宜兰县有27家观光工厂庆祝儿童节 宜兰县观光工厂发展协会跟宜兰县政府合办了宜兰儿童梦工厂的绘画争选活动 主题是观光工厂 而今年适逢全国观光工厂20周年庆 首度新增了县外组 鼓励全国的儿童走访宜兰 家长可以趁着假日或是廉价带小朋友到各观光工厂参观 把参访的过程跟体验活动的心情画下来投稿 有机会获得优渥奖品 那我们每一个观光工厂都有它的特色 那今年配合我们全国观光工厂20周年 所以我们举办了会话比赛 可以来到我们的宜兰来也好到全国去都可以 那今年因为配合了全国20周年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扩大举办 以往都只有宜兰的学童可以参加 但是今年扩大全国的孩童都可以参加 那一起欢迎我们的家长们带来的孩童来宜兰 一起来共襄胜举来绘画比赛 那欢迎孩童们把那个图画纸带回去画画之后 或甚至在家里画画之后寄来我们观光工厂协会 我们都会去收件 那如果有获奖的话 我们都会再通知 邀请你们来宜兰颁奖这样子 画主题有限定 一定要宜兰在地的观光工厂 我们目前有27家的观光工厂 然后希望也着交代观光工厂20周年的一个 一个slogan 除了宜兰儿童梦工厂绘画甄选以外 多家观光工厂配合4月的儿童月 也推出了多项超值优惠 包括儿童来店里体验折扣等等 活动详情可以上宜兰县政府教育处网站 2023儿童梦工厂查询 我们这次配合儿童节呢 我们这边地方宜兰的观光工厂呢 有配合很多的优惠活动 包括来店里体验优惠 还有路管优惠的各种办法 那欢迎各位来 那也今年呢我们扩大举行 全国的观光工厂一起来做这个活动 那希望各位有空的拨空来 体验宜兰的好生活 宜兰县观光工厂发展协会 希望透过4月的儿童活动月 让家长带着孩子一同来体验 促进良好的亲子关系 不仅充实快乐的童年回忆 也可以活络在地的观光商机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